隨著俄羅斯軍隊撤離不查 烏克蘭居民慢慢地從藏身之處重擺家園 這位中年男子米克歐拉告訴ABC新聞記者 當時俄軍親門踏戶 他來不及逃跑 被迫躲在公寓地下室 敏克歐拉死裡逃生 但朋友在他面前喪命 他忍痛親手埋葬 俄軍的惡行在布查四處留下痕跡 ABC新聞團隊在附近教堂周邊 發現一個像是萬人種的坑洞 布查現場慘不忍睹 人選觀察團體特地過來收集戰爭罪的證據 烏克拉當局聲稱 有300多名布查居民遭到殺害 許多遺體只能就地掩埋 也有部分罹難者死在家中 還沒有人收拾 烏克拉軍隊也來到布查探訪 倖存者看到自己人 大聲說出俄軍的惡行惡狀 居民所言不假 當地民宅橱櫃都被翻過 就像是遭小偷 烏克拉士兵還在森林裡發現 俄軍吃完的罐頭垃圾亂丟 在俄軍遺留的坦克車中 還有大量子彈等武器 當然不能浪費 烏克拉軍人統統收集起來 布查到處斷垣殘壁 變成一座死城 俄羅斯官方一再堅稱 不是他們做的 無辜老百姓遭到屠殺 誰能還他們一個公道 TVBS新聞綜合報導 照片